视频前的朋友,对于刘阳第一印象可能就是烟花爆竹,但是你们知道吗,在上个世纪湖南省刘阳是一个小乡村里,住着这么一个英雄,下面这句话就是后人来形容他的,屠刀不改英雄制,天地能知中烈心,他给当时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,最后却牺牲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,那么这位英雄是谁呢?他都做出了哪些贡献,杀害他的人又是因为什么?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聊,革命烈士罗子明的故事,感兴趣的朋友,长按点赞顺便加个关注,不仅可以触发惊喜特效,还能避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,罗子明出生在湖南省刘阳县纯口香张家村,因家里穷他只读过四个月私塾,便到一家裁缝铺当学徒,1926年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到了纯口香,带头的人正是罗子明的二哥罗明贵,之后为了打听北伐军的消息, 罗子明被派到长沙侦查,不久罗子明在罗小竹的介绍下,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,后来刘阳县总工会公开成立,罗子明加入了工人纠察队,当时的中共刘阳县委书记潘新元,非常重视外边流动的武装,就便卖了自己的一些家产,虽然买回了一部分的枪支,可是全县还是有600余枪支,在附近的一些组织手里,于是乘着春节的时候,潘新元大败宴会,把这些藏有枪支的人都请来了, 九过三巡罗子明等纠察队员一跃而出,扣留了应邀赴宴的所有人员,迫使他们交出所有武器,有了武器之后,刘阳工农义勇队也就开始组建了,在成立的当天,潜余明队员,制服统一,手持枪支,队列严整,军容雄壮,县城的民众全都拍手叫好, 而这些统一的制服,是罗子明带领着县城缝纫叶工会的会员,用两个昼夜赶制出来的,可是好景不长,五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,就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,不仅收缴了当地工人纠察队的武装,还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杀害,致使中共湖南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,遭受严重打击, 七月份的时候,随着湖南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,罗子明随队伍转移到江西同谷,一起被编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,还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,之后在和起义军一起向南进军的途中,罗子明染上了瘧疾,全身发冷颤抖连枪都端不稳,此后又加上连续几天的奔波,导致病情加剧无法随军行动,无奈之下只能在万载县同幕被留下休养,而这年的冬天,也是刘阳的革命事业 最艰苦的日子,罗子明的一家因参加革命,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,他的父亲罗宝成离乡躲避,却病死在乡干边界的深山里,他大哥罗云汉和大嫂,在白沙镇已开饭馆做掩护,为地下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,后来被清香队残杀,他二哥罗明贵加入红军,在中央苏区作战中光荣牺牲,罗子明怀着身仇大恨,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,由黄青和一家生介绍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 不久之后他就作为中共流洋第18区的党务书记,重新剥下了革命的种子,可是却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,虽然他在群众的掩护下逃过一劫,但是恼羞成怒的敌人,却将怒火撒到了他的继父罗宝田身上,残忍地将其杀害,可是罗子明将这些悲痛都压在了心底,继续一心为革命事业做着贡献, 在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时候,罗子明律第18区人民积极支援前线,给红军运输粮草物资,流洋农军还趁势拿下县城,罗子明奉命将在县城缴获的食盐装满大船,运往苏区并留在苏区负责职业工会的工作, 在1931年7月,召开的香恶干边区党员代表大会上,他当选为中共香恶干省委职工部的部长,1933年4月,罗子明作为香恶干省代表,出席了全国苏区职工代表大会,会上他如实反应了,香恶干省推行左倾路线撤感情队,对工会干部进行打击的情况,当时的苏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,表扬了他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,并把他留在中央苏区工作, 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,全总机关工作人员,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多粮食的定量,罗子明用小蒲包装着饭分成两顿吃,吃菜不仅没有油有食连盐也没有,只能用白水煮青菜,或者抓几个辣椒在火上烤一烤也吃得很香,他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低,所以常请刘少奇教他写毛笔字写文章,1933年秋,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,罗子明奉命到广昌,做战地动员工作, 发动干男的功能倾覆,组织输送了几百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,出现了父母送而上前线,夫妻双双上战场的动人景象,但是由于指挥的失误反围剿行动失败,罗子明就随着中央队伍开始长征,随着长征的开始,加入红军的人越来越多,经常有人领不到军装, 从小干裁缝的罗子明,就教新兵们如何做军服,还教大家缝制红军的八角帽,用红布剪成五星坠在上面,不久红军继续北上长征,罗子明被任命军需主任,在大部队准备渡乌江的时候,他率军需干不敢在部队到来之前,迅速向附近百姓征集了一批门板和木料, 保证了驾桥的需要,随后罗子明等又赶到金沙江边,设法弄到几条木船,保证了红军渡江的需要,甩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,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事后,为了给过雪山草地做准备,罗子明开始组织人员筹集粮食,不仅筹集了足够的粮食,还建立了六个乡的藏民革命政府,1939年1月,中共乡恶干特委化归江西省委领导,茂政坤调任省委副书记,以新四军上校参业, 的名义留住平江,由罗子明接替特委书记的职务,但是国民党反动派,却反对在平江继续设留守处,只好把平江留守处改成通讯处,然而一些人并没有死心,随着国民党政府颁布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后,平江的反动派更加的猖狂了起来,甚至造谣说新四军有进犯平江的企图,当地百姓气氛不宜准备找反动派的茶子,罗子明却不计前嫌劝说群众,打小鬼子才是当前的头等大士, 只要他们能打鬼子就行,这才让平息百姓的怒火,然而等来的却是报复,1939年6月11日,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后,杨森派遣一个营包围了嘉义镇,国民党中尉张绍齐来到通讯处,编造出一套谎言,他对茂正坤说,街道上风紧急通知,日寇不日就要篡饭平江,请前去商量有关抗日事宜,茂正坤虽然已经非常劳累,但还是和他一起出去了,然而没走多远就牺牲在了枪口中, 之后无冤前去查看情况,也被埋伏在通讯处附近的特务开枪击倒,罗子明发觉是情有变,立即销毁了身边的文件,把通讯处的活动经费,埋入邻居造屋的火灰中,正在这时国民党特务连长余元日,带一群士兵冲进通讯处,将所有人扣押了起来,在楼上楼下翻箱道具进行搜查,抢去所有通讯器材和武器, 罗子明愤怒的抗议,是谁指使你们干的,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,你们这种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,余元日也不答话,就开始审问罗子明等人,还是图让罗子明等人,承认扰乱后方破坏抗战的行为,可是罗子明等人怎么会承认,于是无计可施的余元日,就把罗子明等人吊起来拷打, 又用烧红的铁铲往他们身上闹,这些人折腾到半夜,罗子明等人仍旧是言辞痛斥,他们只好把罗子明等人压出家一阵,路上罗子明不停地呼喊着,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,没喊一句就被捅一刀,后来据收敛罗子明遗体的群众描述,他身上有三十多处刀口,最终罗子明等人被推下了,虎行山一口数丈深的废陶金坑井里,这就是著名的平江惨案,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, 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,杀害爱国制式的罪行,周总理多次致电国民党当局,要求诉查研办杀人凶手,中共中央还在延安举行了,追到平江惨案烈士的大会,来自各界的万余人贸语参加,毛主席还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讲,沉痛悼念冒正坤罗子明等烈士,新中国成立后,当和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,并在虎行山上修造了革命烈士陵园,一唱药店也成为了, 新四军通讯处和平江惨案陈列馆,罗子明的光辉事迹,将永远为后人所怀念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也就结束了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